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5月6日 北海道闸晃钢萨多单挑FC东京 周六中午 日直连重燃战火 届时北海道闸晃钢萨多将坐镇主场 迎战FC东京 两队无论近况 还是经济联赛整体表现都相差无几 不妨看好大家金帐相遇和气收场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北海道闸晃钢萨多上轮联赛主场 零比一步敌路倒路角 近三战各项赛事不败之身一倍打破 球队经济联赛只有三胜四和四负的战绩排名 中游附近的位置 北海道闸晃钢萨多经济联赛整体表现起伏较大 至今战霸11轮无论连胜 联合还是连败都还未出现过 虽然攻击手前野雄野联赛至今已有五球进账 如今在联赛神射手榜上有名 但是球队场均确实1.91球之多 防守能力仅比绑尾两队劣胜一筹 就算金杖拥有主场优势 北海道闸晃钢萨多依然只能以力保不失为首要任务 阵容方面 中场荒野拓马本轮停赛 中场深井易西等人则因伤缺阵 无独有偶 FC东京上轮联赛同样输球 目前联赛战绩为四胜三和四负 即使五分排名第九位 而且球队表现同样不够稳定 他们至今也只录得过一次两连胜 其一联合 即连败同样并未出现过 球队经济联赛整体而言与北海道闸晃钢萨多较为相似 回顾自2018年至今与北海道闸晃钢萨多的11次联赛交锋中 FC东京以五胜四和二负列战上风 不过做客却从未赢过 鉴于 FC东京经济联赛做客也只有一胜二和三负的欠佳战绩 而且场均做客只攻入零五球 也是联赛最差火力 FC东京此番出征只要全身而退 也算有所交代 阵容方面 后卫中村翻高阴商倦情 感谢你的收听 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